小龐 小龐 小龐这次的小帮手任务是 小龐 これわかるかな 栗 栗 栗を拾ってきて欲しいんだな 痛い 痛い 小龐这次要挑战的是 捡栗子 说到栗子 就让人聆想到 它那长满了刺的外壳 小龐能不能顺利捡到栗子呢 天才黑猩猩小龐 和派档的牛头犬詹姆斯 共同挑战小帮手任务 小龐和詹姆斯的 小帮手大挑战 秋天的美食 开开猩猩捡栗子片 小龐背上了竹篮子 手上还拿了一把 捡栗子不可少的夹子 栗子园就在附近 小龐在出发前 才第一次背着竹篮子上路 公子先生这一次 也跟在后面 愿意地守护着他们俩 两个小渣伙 这次要去的是 离田地不远的一座农场 那里就可以捡栗子了 只要继续往前走 就可以看到农场 这次被捡栗子了 没想到 明天竟然出现一只凶热的大狗 大狗突然开始狂吠 小龐 小龐因为害怕 根本就不敢继续往前走 结果 加米斯竟然自己先跑了过去 只剩小龐独自被留在原地 这时候 小龐 你在做什么 竟然躲在竹篮子里头 竟然躲在竹篮子里头 总算是胜利通过了 就这样 两个小家伙抵达了农场 公泽先生事先已经取得农场主员的时刻 也帮小龐付了入园费 然后 小龐和詹姆斯来到了粒子园 当然也已经事先告知其他游客 两个小家伙要来的事 好 小龐也要开始捡粒子咯 但是 他到底会不会使用夹子